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的主题呢 是熟睡抗老化 其实为什么现在讲到这个睡眠障碍问题很多 因为我发现现在人要不然就是晚睡熬夜 然后再不然就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又怎么样 频频打瞌睡 那还有最常见的是半夜很浅眠 然后早上起来还是怎么样 头昏 脑脏 然后各位这个状况都是越来越多 那睡眠啊其实一直都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生命品质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提升睡眠力 要怎么样提升睡眠力呢 首先我们还是整理一下大家比较常问的 老师睡不好真的会呆又胖吗 是的 没有错 如果我们经常处在睡不好的环境 你会发现应该说是如果我们每次睡觉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就是譬如说我们每次都没有办法达到深层睡眠 你会发现喔 长期睡不好浅眠的人 胰岛数会比较低 那胰岛数是跟我们血糖控制有关 所以长期睡不好的人 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是很高的 那这一次的主题有跟大家说 长期睡不到六个小时 尤其是睡眠品质短 然后再来是睡眠长度短 基本上睡眠从两个部分看 一个是你睡的比较少 可能每天只睡个四五个小时 这根本就是不够的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睡眠品质很不好 你很不容易达到深层的休息 那如果你是这两种都有的朋友 各位你会发现你的胰岛数敏感不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啊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压力激素比较高 压力激素就是你被狗追的时候 你会分泌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就是我们的压力激素 所以长期睡不好的朋友 你会觉得其实好像常常心悸 血压也会比较高 它都是跟我们的肾上腺素有关 那第三个其实是饥饿素啦 饥饿素会分泌的比较多 所以你常常会想要吃零食 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 你有一个变胖的原因是因为 你常常会想要抓东西吃 就是你的食欲会大增 然后再来 长期睡不好 你的瘦素也会比较低 那瘦素是干嘛的呢 瘦素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 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 所以长期睡不好的人容易糖尿病 然后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 然后同时也比较容易暴饮暴食 然后再来就是他比较受不下来 好 那老师那讲了这么多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我觉得 要尽量让自己养成习惯 我最近有一个心得分享 就是我觉得不管你的工作再忙 你要给自己一个咔嚓 有一个很明显的切换点 就比如说我晚上七点 七点之后我就不处理任何跟工作有关的事情 因为七点之后就是我跟我自己 跟我的家人的一个相处的时间 我觉得你要有很明确的分界点 因为这张图其实我们在好几堂课之前 有跟大家聊过 你还记得吗 白天的时候是肾上腺素分泌 交感神经会比较亢奋 这个时候心跳血压都会比较高 可是晚上了你就要让自己怎么样 跟工作没有关的事情 你都要先停掉 因为晚上我们要进入睡眠 它会分泌 副交感神经会让我们的退黑激素 我把它画起来 那退黑激素也跟我们吃的食物有关系 吃哪些食物可以制造退黑激素 这个也很重要哦 好 所以你要记得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界点 晚上了我就不处理工作了 我就是要培养睡觉的情绪 好那再来第二个 刚刚说 老师睡不好会不会呆又胖 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长期睡不好啊 我们的睡眠分成四个阶段 很重要 前两个都是比较浅眠的 那进入到第三跟第四 就是所谓我们的深层睡眠了 那深层睡眠 首先它在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记忆重组 就是你白天学的很多知识 你跟客户聊的很多的内容 在晚上的时候 他会做一个整理 吸收整理之后 你隔天才有办法更有逻辑的表达出来 所以有在考试的小朋友 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 深层睡眠 会让你的肌肉放松 所以经常肩颈痠痛的朋友 你一定要让自己进到深层睡眠 因为深层睡眠的时候 你的肌肉才会得到缓和修复 才会得到放松 所以当你进到深层睡眠 睡满了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你早上起来 照理来说 应该要觉得怎么样 肩颈是很松的 这个才是正确的 你有发现吗 第四阶段 就是我们的深层睡眠 好的 那接下来呢 会跟大家聊一聊 我要到底要怎么样 吃些什么食物 做些什么事情 我才能够睡得好呢 各位你要先了解 白天跟晚上 这边有太阳 所以这里是白天 这边是夜晚 白天基本上 当我们吃了足够的食物 它会合成色胺酸 那色胺酸在白天 就会变成血清素嘛 我们前几天有讲过 对不对 前几集有聊过 血清素就是快乐的激素 好 那当我们吃了足够的色胺酸之后 它变成血清素 加上我们的体内里面 照理来说 我们的食物里面 应该要有很多的B群 天然的B群 像是糙米啦 像是豆浆啦 豆奶 鸡蛋 这种天然的B群 它会把这种快乐的血清素 在晚上合成退黑激素 所以退黑激素怎么样 退黑激素就会让我们放松 让我们想睡 让我们开始进到深层睡眠 所以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就制造成血清素 到了晚间 它就会自动转成退黑激素 那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维生素B6 B6 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部分之后 你就要了解 那哪些食物里面有色胺酸呢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哪些食物里面有色胺酸 好 这张晚一点点讲 先跟大家讲 我们要先跟大家讲 不好的食物 哪些食物要先避免 首先呢 我们在睡觉前的 大家基本上下午之后 我们就要避开咖啡跟茶 因为这个是属于刺激性的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第二个要避开的是可乐跟巧克力 你说巧克力为什么也要避开 因为巧克力其实里面也有 轻微的这种所谓 比较轻的咖啡因 它也会干扰睡眠 那第三个很严重 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吃太饱 吃太饱 你所有的血液啊 都进到肠胃里面 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不舒服 会干扰睡眠 那再来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喝酒跟抽烟的人 通常他的睡眠品质不太好 因为你骨丁 他会容易增加我们的这个 所谓睡眠的呼吸中止症 那酒精一样也是 那后来就发现 如果是有抽烟的妈妈 生下来的baby啊 这个baby未来发生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比例很高哦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 好像妈妈抽烟 跟小朋友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 如果妈妈有抽烟 小朋友未来的睡眠状况 其实通常也不会很好 这个都是有关联性 所以酒跟烟本来就是不好的东西 就赶快戒掉了 然后再来就是辛辣的食物跟药物 我这边讲一下麻辣锅 大家都知道啦 虽然吃起来很开心 可是它会干扰睡眠 那比较严重的是药物 那药物很多人现在有在吃那个 止疼 止痛药 阿斯匹林 普拿疼这种 其实像这种药物 它会干扰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 它会干扰这个血清素的这个循环 它会让身体血清素的这个循环出问题 所以你晚上就不容易熟睡 因为它没有办法转成褪黑激素 好 那带你了解了这么多干扰睡眠的食物 那这时候你就会想知道 老师那我们到底要吃些什么 会睡的比较好 来看一下住好眠的食物 其实来自于色胺酸对不对 还有B群 好那色胺酸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色胺酸说白了 在鱼肉豆腐里面最多 鱼肉豆腐里面最多 那其中还有坚果跟香蕉 它也是含量比较高的 好那我在这边 其实我首先 我还蛮推荐香蕉的 就是香蕉 其实因为现在都还蛮便宜的嘛 对不对 像一斤十八块啊 甚至有十块的都有 那香蕉其实如果你早上真的来不及 我其实早上都会跟蛋白粉一起打 蛋白粉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蛋白粉 它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香料跟色素 它里面就是所谓黄豆制成的嘛 黄豆跟碗豆的蛋白粉 那为什么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如果你早上真的没有时间 其实你可以跟布布一样 我就很简单 香蕉跟这个蛋白粉放在一起 的原因是因为蛋白豆 应该说是豆制品里面 本来就含有很多什么 好眠的食物 就是色胺酸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色胺酸 那再加上香蕉里面也是帮你放松 肌肉放松的钾离子跟色胺酸 所以当你早餐如果吃足够的色胺酸 它会比较容易转成退黑激素 所以早上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喝一杯 喝咖啡黑咖啡 或是随便喝了一个什么红茶 就出门了 你会发现哦 错误的早餐 其实是会影响你的睡眠的哦 好再寄一次 鱼肉 豆腐 那豆腐跟鸡蛋都不错 坚果跟香蕉 这个都是让你好眠的食物哦 好 好那最后呢 我这边还是要帮大家提醒一下 因为其实基本上能够帮助我们入睡 有几个好习惯 那帮大家做个种整理 首先第一个 上次也跟大家聊过 你第一个 如果有太阳的时候 因为这几天其实说真的 下雨的天数比较多 那通常我会建议大家 只要有出太阳 你一定要把握时间 中午午休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 上班的期间 你多出去走一走 骑一骑小踏车 或是用通勤的时间 晒太阳 为什么要晒太阳 因为透过日照哦 我们身体里面 你会发现它的血清素 比较容易被合成 血清素 吃了足够的这种 所谓豆制品 鱼肉啦 坚果 它会帮你合成血清素 那这个晒太阳啊 每天晒20分钟 它有帮助你吃进去的食物 合成血清素 那这个血清素 到了晚上 就会变成 退黑急速咯 各位 好 所以日照很重要 然后再来第二个 运动 运动跟日照 有同样的效果 它一样也可以 帮你的体内怎么样 比较容易合成血清素 其实就是健康的生活 日照 运动30分钟 可以快走啦 你也可以去做做外单工啦 甚至有些人在家里面做瑜伽 这都非常的好啊 那再来第三个 我刚刚讲的色胺酸啊 有没有 最重要的 色胺酸在豆腐 鱼 香蕉 坚果 或是你真的没有时间做早餐 蛋白粉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推荐 因为它现在12月中 马上就要上市了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小编 时讯哦 当当 好 第四个 为什么要特别把钙写出来 因为钙会在晚上 让我们的肌肉放松 所以像黑色的食物 海带 黑豆 牛奶 这个都是很好的啊 很棒的啊 钙加色胺酸 让我们放松 让我们晚上睡得比较好 那再来第五个 我要提醒大家 睡前的两个小时 不要滑手机 我知道很困难 但是因为手机啊 电脑这个东西 它会影响我们的脑波 让我们比较兴奋 睡前也不要看恐怖片 不要每次到了Friday 就拼命在看恐怖片 觉得很舒压 没有 它会干扰你的睡眠哦 好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又到了 大家最期待的 有奖真达了 听说上一期 有人没有抽到 所以就是想要血池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 会从幸运的观众里面 抽出几位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好朋友 也有送出我们的这个乳铁的益生菌 这是日本的乳铁益生菌 好 那这次的题目 说简单也不简单啦 哪些习惯能够住眠 第一个喝人生茶 第一个喝生茶 第二个见走 那第三个吃麻辣锅 第四个吃安眠药 各位 你觉得把你能够 你觉得能够让你比较容易入睡的方式 你把 赶快把答案写下来 四个 四个里面其实只有一个 才是正确答案 这次是单选题 我这样子有没有很送分 好 那各位 我们一样下个礼拜四 一起在线上学习 那因为最近又新进来的一些学员 听说全球人寿的朋友 也开始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了 全球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我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步步老师会定期上去跟大家做个回复 那一样 我们也预告一下下一个礼拜的题目是什么呢 下个礼拜啊 哎呀 又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个怎么样成为美魔女 增肌减脂的关键报告 肌肉增加 脂肪如何减少 利用冬天 把你的身材 把你的坠肉 怎么样怎么样 匆匆铲除 到了春天来 你就会发现 很轻松啊 各位 下一集跟大家聊一聊 增肌减脂大作战 那我们一样 下个礼拜四见咯 太棒了 拜拜